下課包羅蜜 小小背包客又來囉 這次他們將撞遊台灣第三場的河流 淡水河 在六天的旅程中 穿越158.7公里的河流 體驗河畔百年聚落的生活與文化 並挑戰為淡水河做一件事的旅行任務 小小背包客 撞遊闖天下 包羅蜜 GO 上一集 小背包客為了完成到小島煮午餐的任務 當起的農夫 回到了 劉丁 快點 跟著漁夫到淡水河捕魚找食材 卻陷入了一個糾結 別撿 別撿 感覺很像你的手會撿掉一樣 設置到昆天亭的廚房裡 誰是主廚 我來當小當家 第一次六人合作大考驗 放漏 放漏進去 旅行第三天 一早小背包客即將迎接新的挑戰 你好 你好 你在幹嘛 八成都在 好生氣 那你們有很好奇 今天的任務是什麼 有 好 那今天的任務 這個 這個呢 是一個外國人 他叫做Peter 他從英國來的 可是他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離開台灣 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滑著他的獨木肘 就是淡水河出海口附近 撿垃圾 小背包客將花兩天的時間 挑戰淨川以及減速兩項任務 第一關 九點半以前要到主委碼頭 找到Peter 認識他 因為他是一個英國人 他知道很多跟環保相關的議題 而且他做很多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你們可以在他身上 學習到很多 而且要跟他一起去撿垃圾 說出英文 我們這一位很厲害 他是英國人 交給他 約翰會說流利的英文和法文 是旅辦心中的夢幻翻譯 就今天比昨天還要挑戰性 然後我也喜歡淨潭 那他要怎麼去 走路 要變車 五點半就要認識他 應該是九時 應該是九點就要到了吧 那就待會兒見囉 好 小背包客將獨立出發尋找Peter 但第一個難題來囉 主委在哪裡 是帶著那個左衛碼頭嗎 對不對 左衛就是這邊 對 但是至少要三十多 要那麼遠 要那麼遠 所以是大捷運嗎 對 對 就是這一條 我現在就快點出發 手軟 時間緊迫 由赤子島帶路經驗的六弟 自動當起領隊 左邊那個 不好意思 那個就走 紅線 跑不起來了 我的肚子包很重耶 走 走 走 小背包客搭乘的台北捷運紅線 從台大醫院上車後 就直接抵達竹尾站了 出竹尾站 考驗才剛開始 請問要從這裡找到竹尾馬頭 要做什麼 還沒嗎 謝謝 馬頭就是前面 後面的快皮皮 Peter Peter Peter在哪裡 剛剛錄的哪裡 Peter 你在哪裡 在哪 誰說路了 Peter 他是嗎 他不是背 不是嗎 你看那一個 是嗎 Peter Peter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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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很棒 好 Peter是一位英国电机工程师 2020年来台探望他的儿子沟 因为新冠状病毒疫情 留在台湾无法返乡 每隔两天就划着小船 到淡水河捡垃圾 那你做什么呢 我们来到... 是的 我们想帮助你清理河 酷 你一天拿到这些吗 我一天拿到这些 只有一个小时 真可憐 什么 他说他在一个小时之内剪到这么多 超夸张 世界上最糟糕的东西是红色链 和硬术 他居然外国人还帮我们台湾做支援回收 因为台湾又不是他的故乡 但是他看到我们这里那么多垃圾 他还是愿意把它剪起 然后做回收 所以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Peter不只剪到河面上的保利笼和塑胶 河面下也捞到许多垃圾 有装饰 有瓶子 有渠水河 有渠水河 有装饰 有装饰箱 这种类型 这就是最糟糕的 因为这装饰 它进入很小的小的微粗粒 它进入河系统 它进入河里 鱼饰了 然后我们吃它 所以你的身体里面有垃圾 那不是很好吗 所以那就是 塑胶纹粒就在我们人的身体里面了 太恐怖了 得知小背包客想到淡水河捡垃圾后 Peter先给他们一个行前练习 我走上去 看看你能够找到一些粗粒 然后我会继续做这个 我走上去 如果你够找到一些粗粒 然后五分钟回来 好 小背包客要先搜寻 岸上有哪些塑胶垃圾 你要拿糖的纸杆 好多啊 哦 这里超多的 塑胶 哇 你过来看 里面啊 现在还知道 红树林好像 这支筒太茂盛吧 所以会卡垃圾 这脚踏车也是费气的 太夸张了 哈姨 完成了 你能够找一些线杆 有些照片吗 可以帮我一下 是的 可以 哇 你应该把他放在每个地方 他要去吧 短短五分钟 每个人至少找到 十个塑胶垃圾 Peter在淡水阁 也拍到许多惊人的照片 你看看 一线的死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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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线的死鱼 这线的死鱼 当有厚热的热 热的热 热的热的热 热的热 热的热 热的死鱼 进入河 我相信是因为 有些水平的热 热的热 因为水平的热 水平的热 那是为了鸡的鸡,我认为 好,你认为我们应该做的呢? 洗澡河 然后告诉大家,不要用碎片 然后,当你结束,不要用碎片 每两天,把碎片放在碎片上 我认为每天都要用碎片 我真的想做它每天 因为我真的想要救世界,救世界 所以我们一起一起做 你想要吗? 你都想要帮助吗? 是的 你想要帮助你的朋友吗? 是的 然后全世界 是的 是的 太棒了,那是我们需要的 好吗? 但是,Peter的小船只能载两个背包客 还得解决船只不够的问题 我需要找到我的朋友 我们可以买一些船 我们可以买一些船 我们可以买一些 快点 Jeremy 嗨 早安,Peter 早安 嗨 你好 你好 Peter的朋友,陈铭忠叔叔 是一位帆船玩家 有开帆船环泉岛的经验 他愿意载小背包客 实在是太幸运了 这艘船是一百年前淡水河到处都是这样的船 那他等一下要怎么下去 对,这是一个好问题 还没长潮 还没长潮 长潮 神明忠叔叔还需要找到更多人手帮忙 他带大家到树林里找他的好朋友 他们正在造船 一共找到五位船长可以帮忙 这时,河水也渐渐涨高了 杨丽和湘涵也赶来会合 他们要一起当志工 有没有很想念我们两个 好 那我们就可以准备上船了 好 好 杨丽和湘涵 小心 小心,吓死我了 你腰 加油 好 好 好 今天淨滩的主要目标 是要清理卡在红树林里的垃圾 全台北盆地的垃圾全部都由这边流出去 水沟里面掉了一个烟气 一个塑胶在最后都流到这里 为了防止垃圾流入大海 变成海沸污染海洋生态 船队将前往出海口附近 做最后来结 水沟不够了 太够了 不是,不是太重 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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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头 Peter正带着右凯和越海 边滑边捞垃圾 Peter,你为什么选择这河 而不是其他地方 因为我住在这里 这是我的地区 现在 但是在我的国际上 我也把地区的地区 和地区的地区 美丽 对 只要照顾它 你是未来的 你的人是未来的 他就告诉我们说 这条河是我们的未来 毕竟外国人 然后他还会想到我们台湾的未来 其实真的很感动 轻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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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你家里面就有一个垃圾袋 我们没有停车位 有停床位 这里是Peter和陈明忠叔叔 船长们经常来清理的地方 潮水把垃圾冲刷上来 卡到红树林中 景象触目惊心 垃圾 看我的鞋子 没了 踏一下也从上面 刚踏上去 然后鞋子就会脏掉 然后衣服裤子也会脏 我就觉得 这样子我真的还要这么卖力地剪 里面还有水 这个桶不是从台南来的 什么假的 从我们那边来的 它下面写 台南 为什么还会出现在这里 那是后来越剪越好玩 你看这个 牛角 超酷的 好恐怖 这是最惊奇的垃圾 最最惊奇的垃圾 为什么牛角会出现在这里 好错 对 超错的 于安对味道好奇 自愿处理寶特瓶剩余的液体 好像在吸毒药 我怕这不是水 那倒进去反而更污染 所以我就拿来闻闻看 结果超级的臭 这点恶心 又凯和于安 逃着于各样新奇的垃圾 又凯和芳于是荒野志工 每年至少敬弹三次 捡垃圾迅速又熟练 这是保龄球 我刚刚挤到Nike 又有一只鞋子 又可以变成一双鞋子 保特瓶我看到是最多的 它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因为通常的人喝完不就是应该要回收吗 大家只要用心一点点 其实这个东西就不会出现在这里 我们当然吃了它 如果我们吃饼 每个粒子都会变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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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的 海中的水 在英国和英国 我们在海中 在海中 后来有些暖风 很多都会变成一种 很多都会变成一种 有些从台湾 我相信 它已经变成一种 但是最后 它变成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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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变成一种 皮特一个人划船滑到这边 看到了这边这么多垃圾 还有一个人在这边哭 你很难想象 我觉得一个人丢一个人 剪比较快 不要剪了 够了 船再不下了 就是光我们 就是这样子几个小时 我们就可以剪那么多垃圾了 那如果全世界都来帮忙的话 大家就可以让地球的垃圾 慢慢地减少 小宝快走了 走吧 1到10 你给单水盒多少钱 多少钱 清减 清减 我认为 我认为 是 几个小时 我认为 是 我认为 3或4 非常少 他说 英国他们家 附近的河 是差不多7 然后 他说 那里的人都很保护他们的河 都不会乱丢了 最大的时候 就是 可以从一个外国人的角度来看 台湾 别的国家的河 跟我们国家的河 来比是脏的 还是干净的 今天这个任务做得怎么样啊 还不错 还不错 大丰收耶 我觉得还不错 是超饭 很有意义 有觉得自己 好像对 对这个环境做了一件事情 对这个环境做了一件事情 对 好 享受 对 来吧 你们今天真的都做得非常好 不过呢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事情还没做完 对 因为垃圾捡回来 然后呢 分类 分类 六位背包客还有个任务 要将垃圾全部分类 然后找出三种最多的垃圾 作为未来剪速行动的参考 这时淡水河的潮水竟然开始起变化了 快 那个要飘走了 天啊 天啊 就吓到 因为那个时候就说已经是退潮了 然后就觉得那个水应该不会再上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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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浪来了 那你可以帮忙捡其他类的 为了避免意外再度来临 大家加快脚步 决议每个人各自捡一类垃圾 在放进分类的袋子里 有没有人要负责保特瓶 我保特瓶 你保特瓶 好 你保特瓶 因为可能保特瓶比较多 可能会比较需要多人 然后保力龙 保力龙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按照这样子 然后去分配 保佑 保佑 他被水冲走 那我问你们 你们有观察到 今天收回来的垃圾 有哪三种最多 最多 好特别 好特别 叫塑胶 塑胶 塑胶 你们是不是在行前的时候 有收到一个 减速的功课 那请你们一定要记得 把这三样 放在你们那个 减速的功课里面 因为是你们观察到的 那现在我们就继续 把这边收尾 然后剩下一点 这个时间快下山了 淡水隔进窗后 隔天清晨 还有一个重要任务要完成 好 我们上去四楼 讨论剪速计划吧 好 好 好 我在剪速的东西 今天 小标包客要执行 行前功课 剪速宣传活动 大家要开始动脑 想点子咯 就是能不能做一个 做一个海报 还要写一些标语 觉得海报上面可以 就是统计我们 上次去淡水盒 捡到的那些垃圾 哪一个最多 同意的人可以签名在上面 我的目标是100了 还可以画我们想说的话 就是我们那天在淡水盒 看到那么多垃圾门 那我们就应该要怎样 我们可以把它写上去 可以贴这个照片 这照片就是 里面照片有很多那个 就是环保的东西 然后我们画完海报之后 我们可以去跟路人宣导 我还有准备大山公司 大山公司可以反复去念 我们要的标语 可以 感觉很热烈 六人的计划是上午分组 绘制宣传要用的海报 标语和环保游戏 下午再到街头募集签名 现在先写标语 然后画一些小插头 一个上午 男生们完成了六张标语 以及联署签名大海报 女生们则制作了两个游戏 和大头贴拍照布幕 超可爱的 我们现在要去减速行动了 六人学夜去人多 距离旅馆近的大道城宣传 那里也是旅行第一天 拜访的景点 要开始了吗 好啊 没想到一开始就很不顺利 六弟还没开口 就立刻被顾客回首拒绝 等一下 被拒绝了 不好意思 请问一下 有没有时间听我们先出来 对 不好意思 我们还有十七点 谢谢 谢谢 连续三次被拒绝了 有点错识 因为那个路人 就是很常打我们枪 你们欢迎我们来这边 给你们做一些环保的宣导吗 可以啊 这里要请你们玩一个小游戏 你们可以帮我们做分类吗 做分类喔 对 就是这些 方于设计的游戏 主要是分辨淡水壳最多的垃圾 宝特瓶 到底还不还保 还要猜其他四种物品 答对了就闯关成功了 宝特瓶 是环保还是不环保 那不环保 不环保 对 不环保 然后保温杯 不环保 对 好棒喔 羽岸和月寒设计的游戏 则是要大家想想使用什么东西 可以避免产生危害海洋生物的 塑胶为例 答案就藏在纸的下面 塑胶带就是不环保的 那要怎么样才可以 让它变得比较环保 我不使用 那你要怎么替代它 附带就可以 可以 对 像今天就是让它们放比较多点 我觉得那些游戏 它们会影响比较深刻 好可爱喔 好可爱 整套减速宣传内容丰富 但有人觉得流程有问题 停下 大家不要再吵了一下 那我觉得 那会拖太久时间 你说太久了吗 我觉得会有点害怕 我觉得我们游戏奥险衣就好了 当下决定分为两组分头宣传 每组要完成一百人签名 下午四点半到狭海城隆庙集合 走吧 走了 再见 再见 雅里组计划搭车 直接到大道城人口秘籍的地方宣传 上安组的方式是慢慢走路过去 沿途向路人推广 不好意思 我可以见你们几分钟吗 不用不用 好 谢谢 发现找路人的失败率很高后 立刻将目标转向市场的小摊贩 希望跟他们宣传少用塑胶袋 我们要收摊 要回家 一连串被拒绝 看起来情况很不顺利 我觉得六地整个大挫折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 已经被拒绝的那种感觉 再加上你本来可能 这个语言你可能会使用 你突然就搭结 我们现在来几十 一种 环保的衣服 我们来几天我们不要用着 塑膠袋子有什么 塑膠袋子 一直拒绝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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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个阿嬷她说 还有你也有空台语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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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那个时候就很开心 耶 你出来台语频道转换 咚咚咚咚咚 然后就开始讲 湘涵族努力耕耘 有的小进展 哪里这组整异想天开 想用大声工搭便车 你们要看一下 我们搭便车到大道城吗 等下都没有人停下来 大道城也不是这样吧 对啊 驻台北的右凯 带着大家来到公车站牌 现在重点是 我们没有钱搭公车 可以等他人 司机问我们要去哪里 大道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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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道城 坐到 空气停车 下车走过去 可以吗 可是 可是我没有钱 你没有钱 你没有钱 你没有钱可以 可是你没有口罩可以 你没有口罩可以 有口罩吗 你没有口罩 我真的知道 台北真的是一个 太有人情味的地方了 谢谢 其实目的地没多远 打了两站就到了 谢谢 谢谢 我同在坐你的车 谢谢 已经到了 那已经到大道城了 就是你们知道 霞海城隍庙在哪里 霞海城隍庙 芳鱼这组的计划 是专攻霞海城隍庙的游客 好多人 好多人 谢谢霞海城隍庙 这里那么多人 你要措施这个机会 现在这里讲一次 现在这里讲一次 本来大家就信心满满 就走过去 然后一看到人很多 然后就大家就回头 就是有一个moment 他们是又有点缩回来 这样子 可以听我们 宣传结束的宣导吗 加油 帮她拿 帮她拿 快点拿 这里 好 我们的地球生病了 减速 我们可以减少塑胶 一 不要用塑胶制品 二 出门自备环保用具 三 做好回收 芳鱼 不然她超级赶 她就直接冲了 那时候我们本来还在犹豫 大家可以 听我们一下那个减速活动 然后大家全部都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车一下 减速 我说他们没打电 就是不敢站出来 不紧不紧 就算了 还躲在后面 佑凯和军安觉得有点尴尬 芳鱼一人独跳大梁 一开始没人关注他们 后来有了小成果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们签笔 剪出回报 我们可以帮忙签笔吗 有少住家 一起保护我们的淡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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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起等住 你不要坐 超棒的 要不要多一点人 哪里那么多人 欢迎 欢迎 参加我们的典奏 参加活动 对 整个人好像换了一个灵魂 一样就整个好像拍起来 没办法控制 我们也被她一起振奋 可以帮我们签一下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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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不用 但是我们签到很多人 去小矮球好像 要快听一吃的 可以到小矮球 可以帮我们签一下灵魂 可以帮我们签一下灵魂 在大声宫成功度正时 定位组责挨家爱护照人 我们要减少塑胶 然后多带环保的餐具 碗或筷子 有 我有带 检查一下 好 检查一下 我帮你拿 我们拿 真的 检查一下 检查一下 我觉得刚开始也是蛮困难 问成功了以后 得到那个成就感 要可以继续问下去 湘涵组不分多寡 风人便仔细解说 并一一拍照记录 结果进度落后许多 现在几个了 三 二 三 起码五十个好不好 我们加一点油 当然会在意那个人数 在在意人数的同时 他们也会想要好好把事情讲清楚 重视那个内容会大于效果 我们至少后来就越讲越神 然后越来越不会怕 跟陌生人讲话 还少三十九人 三十九人 简单啦 一团就可以了 他们就是关键字 就是他们想要大声开 我一次跟很多人一起说 我就可以拿到比较多签名 鲍鱼这组在大声工的助阵下 专攻团体 签名人数一路狂飙 男生们也有些改变 我来 我来 好 来 剪素 也是要剪垃圾 剪素呢 是要减少使用塑胶 让我惊讶 就是我一开始不敢 然后就可以用大声工跟人 宣传这个活动 亚历组已经达标 兴高才烈准备到侠海城隍庙了 有人吗 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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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人一人 我们已经达标了 150 好的 大家的简树宣传完成了 你们坐得怎么样啊 好 刚才呢 我们这边其实有一些曲折 对不对 中间我们好像还搭了一个很奇怪的霸王车 而且我们得到了很多的签名 大家的反应怎么样 很踴躍 很開心 很踴躍 有那邊的呢 那邊反應 我們這邊一直被打槍 因為那個時候我就心裡很感觸 就是先做好自己 那我就覺得說可能就是平常 都帶環保的東西 可能就少買一些便利上面的 那些塑膠的東西 經過的地方我覺得就是膽量 雖然沒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 可是還是有勇氣把它講完 還是還蠻有成就感 因為Peter跟我們說 就是我們可以告訴周遭附近的人 就是跟他們說要解鎖 就是每個人如果都盡一點實力的話 全部加起來其實可以幫助很大小 今天大家的入場就接近了尾聲了 你們以為我們的背包客挑戰 就這樣結束了嗎 對 的確我們這個淡水河之旅的上半段結束了 上半段 對 但是我們現在要接著去更上半段 因為接下來我們就要去送人了 六位小背包客靠著自己的力量 與團隊合作 完成了尾淡水河做一件事的旅行心願 下一集淡水河終極挑戰就要來囉 很像在按摩喔 好暖喔 好暖喔 喔喔喔喔喔 好暖喔 這樣會會從頭上就長出來那樣 全部枕頭都是麵包蟹 阿、失勇 cuales 心推 Congress 这样想不到